见状 寒江雪更是没有必要刻意地再将东西送还 那样的话反倒是显得有些隔阂了 关起盒子 他也没有再多想什么 很快便出了张甲 外头守候的马车早就已经赶到大门口等着 寒江雪踩着踏垫上去的时候 却看见北风有意无意地朝身后的紫月使了个眼色 你们这是做什么 看出北风和紫月之间的古怪 寒江雪梅急着进马车笑笑地问了一句 北风不出声 只是挠了挠头笑得有些尴尬 而紫月却是一脸正色 说道 大小姐没什么事 您赶紧上车吧 紫月说这话 人却没动 一副没打算跟着上车的样子 寒江雪见状又问道 你不打算上车吗 哦 我想走走 最近好像胖了不少 大小姐有事叫我就行了 我就在一旁呢 紫月一本正经地说出这么个理由 而后续是因为自己都有些不太相信 嘴角不免抽搐两下 几乎快笑出来 北风却是毫不客气 直接扑斥一声笑出来了 这一下 倒是把紫月给弄得 想笑不能笑 不想笑又当真有些憋不住 索性白胎眼 一副都怪你的样子 行了 你们两个不用没来眼去的 我知道你们什么意思 寒江雪摇了摇头 一副懒得跟这两个人在说的样子 当真的不再理会 竟直自个儿挑帘进了马车 挑帘之际 我真看到里头有人 稳稳荡荡坐在那儿的 不是莫离 又是和人 你怎么跑到我马车里来了 他早就从北风 和紫月二人的异常行为上 猜出端倪 所以这会儿看见莫离 虽有询问 却并无任何惊讶和意外之处 我已经派人去跟韩伯父说过了 今日你会吃些回府 一会儿我送你回去 莫离答非所问 却是笑笑地 看着寒江雪手中那个小盒子 似有所思 十点回府 那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韩江雪知道 莫离这个家伙 做事向来是靠谱得很 无论干什么 提前总安排得很妥当 所以 他当然不用担心什么 只是好奇 这突然之间的跑过来接了他 不知道要去哪儿 哼 去一处特别的地方 到了之后 你就知道了 莫离笑了笑 没有再说这事 而是把话题转到 韩江雪手上小盒子 语气怪怪地问道 你这不是去天庄吗 怎么还有东西得 不会是张浩诚送的吧 你还真是神仙 韩江雪借莫离一猜变重 也没有在意什么 反倒是 故意一副不明白的样子 问道 怎么 有什么问题吗 哦 没问题 有人送你东西 说明你人缘好 我替你高兴罢了 莫离却并不追究 盒子里头到底是什么 点到几尺 明明他心里头 肯定想知道 张浩诚送给他这个盒子里面 到底是什么 不然的话 也不可能一上车 就注意到这个东西 不过这个家伙 偏偏要装住一副大度不已 根本没有小心眼的样子 实在让他感觉好笑 真的吗 他笑着说道 原来呢 我还想给你看一看里头东西 没想到 你根本不想看 那算了 我还是 你给我看 我自然是得看的 莫离瞬间 也不再装什么 往韩江雪那边挪了挪 凑到跟前 笑着看向那个盒子 算了 还是不要看了吧 反正没什么好看的 不过是几个琉璃珠子罢了 韩江雪 故意不搭理 还一副准备将盒子放到 离莫离远些的地方 琉璃珠子 张浩诚未免 也太小气了吧 就送这个 莫离这会儿 可不再跟韩江雪 装什么当真不想看 边说边笑着 伸手直接 把那个盒子 给拦截到手中了 打开一看 里头果然就是几颗琉璃珠子 一时间 脸上笑意 倒是更深了 他并不是不相信 韩江雪的话 只不过这一次 实在是对张浩诚的出手 有些意外 张浩诚向来出手 大方得很 去年武士那一回 输了赌约 直接便将传家玉佩 给摘下 送给了韩江雪 后来好在 韩江雪没要 便直接让人 送了一张 五百两的银票 去抵赌注 当然 关键还不是 出手 大不大方的问题 关键是 张浩诚对韩江雪 素来是 没有死心的 不送这个 那你倒说说 得送什么 韩江雪没有再去 拿回那个盒子 话虽这么说 却还是变着法子 多解释一句 不过是从外地带回来 给亲人朋友们 都带些小礼物罢了 弄那么珍贵做什么 我先前也不知 里头是什么 本不想收的 不过 他把东西一给就走了 走得比什么都快 茉莉脸上笑意 愈发地浓起来 不为张浩诚如何如何 只为这一会儿 韩江雪 特意地几句解释 他心中比谁都清楚 江雪对张浩诚 并没有什么 其他的想法 更谈不上是 因为有什么好心虚的 所以才会特意解释 之所以这个丫头 会这样子 为的当然不过 是顾着 他的感受罢了 这种被心爱之人 呵护的感觉 让他觉得 无比地被珍视 无比地快乐 我也给你 带了礼物 他伸手抱住身旁的人 原本手中的盒子 早就被他给不声不响地 扔到马车角落里头 对上那一双 明媚地 如春天般的毛子 顿时觉得心都有些醉了 什么礼物 韩江雪 没有拒绝 莫里的怀抱 二人这会儿 脸孔挨得很近 近到随时 可能鼻尖碰触到对方 近到说话时 都能够感受到 对方气息 已经将自己 完全包围了 哼 你猜 莫里眨了眨眼 揉得似水的眼睛 偏偏带着 说不出的炽热 看得让人 怦然心动 寒江雪 对上那一双 心底深处觉得是 这天底下 最好看的毛子 顿时觉得 人都有些飘忽 脑子也没有往日好使 如同忘记其他的一切 只是下意识地 跟着莫里思维走 我猜不出来 她声音很轻 带着几分 自己都不曾察觉到的 撒娇的意味 而三言两语间 韩江雪 一全然没有发现 自个儿整个人 几乎已经掉入 莫里的怀抱里 那宽大 而温暖的怀抱中 二人之间 几乎已经没有了 任何的空隙 给你一次机会 猜不出来的话 可要接受惩罚的 莫里眸色更柔 不知不觉中 略带沙哑的声音 带着一种 说不出来的诱惑 是什么 韩江雪这会儿 哪里还猜得出是什么 莫说是一次机会 就是给她一百次 也是白搭的 因为这会儿 她脑子里 几乎是一片空白 唯有近在眼前 一双漂亮眸子 无比放大的莫里 是这空白之中 一模为一 她也分不清 自己问的是 到底是礼物是什么 还是想问 猜不出来 要受到的惩罚是什么 她只觉得 这会儿身子 莫名地有些燥热起来 心意突突地 跳得极快 如同将会 发生什么事情似的 莫里此刻 脸上笑容绽放的 比什么都要灿烂 此时就等着 韩江雪这句话 根本不容质疑 果断无比地说道 答错了 接受惩罚吧 韩江雪更是莫名其妙的 可脑子还没反应过来 莫里却突然间倾向她 二话不说 直接封住了 她准备开口询问的嘴 双唇贴到一起的瞬间 韩江雪的心 都快跳出来了 可这一切 还仅仅只是个开始 她下意识想逃 可莫里的手 仅仅把她禁锢在怀中 根本没有任何退路 莫里的吻并不温柔 相反 一开始带着说不出的霸道 炽热的可以融化掉一切 韩江雪根本无法抵抗 那一份如火一般的激情 更为主要的是 心中似有一个魔鬼一般 无声无息地让她沉浸在 那个霸道 而炽热的吻中 她忍不住发出一声身影 双手不知何时 已经下意识地紧紧勾住 莫里的脖子 闭着眼睛 回应着她的吻 随着那一声悠悠的身影 莫里身子一僵 而后 原本霸道而急切地吻 渐渐地变得温柔而缠绵 可这样的缠绵 非但没有减弱那一吻的热度 却更是将二人的心 心中那份狂热 燃烧到一个另外的高度 寒江雪这一会儿 早就没有任何的力气 柔弱无骨 理智全无 压根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 只是按着本能 听平 本心下意识地去迎合着 哪怕就是这一会儿被融化掉了 却觉得是一件无比美妙而开心的事 正当她被吻得晕晕乎乎的时候 莫里却是突然间停下 强行拉开一些二人距离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好一会儿 才将险些完全失去的理智 给拉回来 而寒江雪 却一时间不知发生了什么 很是不解地看着 一副极为痛苦不已的莫里 眸光闪烁 娇秀无比 傻丫头 你若再这般看着我 我怕我真的会控制不住自己 莫里叹了口气 很是不舍 却又不得不强忍住心中的欲望 她原本只想浅尝辙止 一解这么久的相思之苦 可一碰上那柔软湿润的唇 平时能够让她最引以为豪的定力 却突然间脆弱的不堪一击 她几乎想着 现在便让她成为自己的女人 那该多好 可是那样子 确实太过委屈了心爱的女子 她不愿让她受到半点委屈 她值得 这天底下最好最大的珍事 听到这话 寒江雪原本 抛得一干二净的理智 这才猛然间涌回来 一时间也记起 刚才到底发生什么事 他们二人做了些什么 她不由得惊呼一声 连忙伸手 想推开莫里 一想起刚才自己的主动 以及终止之后 心中那份不满和失落 顿时整个人羞得无地自容 莫说是脸 就连脖子根都红得不能再红了 说起来 她本也不是那种矫情害羞到死的人 可两世为人 这一吻却是她第一次的吻 脑袋回过神之后 想起之前那一幕 就算是性子 再大大咧咧的 也不可能脸不红 心不跳 可别扭归别扭 莫里这会儿却是 根本没有打算放手 反倒是极为开心的 看着手忙脚乱 惊慌失措的韩江雪 笑起来 被莫里这么一笑 韩江雪更是又秀又恼 用力要挣脱她的怀抱 然而 她的力气 又怎么能够跟莫里相比呢 没几下 便值得败下阵来 游得她去 脑袋一摆 索性转过头去 不看那个讨厌的家伙 这个时候 任何语言都让她觉得 无比的别扭 许是终于良心发现 抑或是笑得差不多了 莫里这才停下 而后却不再多言 只轻轻一带 将那一颗背向她的小脑袋 浮到最肩膀上靠住 马车里 亦是寂静无声 然而却散发出宁静 而温馨的气息 那股激动之后的温暖和柔情 默默地 则二人之间来回地萦绕 分化掉一切别扭和小心思 留下的 唯有凝合两颗心的真情和美好 一路之上 二人都相对无言 然而 此时无声 胜有声 如同喧嚣过后 重归的安宁 更加打动人心 笑半个时辰之后 马车这才停下 而此时 她已经带着墨铃寒江雪 来到位于京城最西边的 一处清静宅院 宅院很大 可除了他们一行人之外 却没有看到任何下人 安静地让人觉得有些奇怪 寒江雪也没有多问什么 眼睛朝四周扫了一圈之后 回到莫黎身上 言下之意 自然是问莫黎 带她到这儿来做什么 她有种直觉 虽然这里并没有看到一个下人 晃来晃去的 甚至整个宅子都带着一种 说不出的幽静 可这样的静 不过是一种表面 甚至于她觉得 这里头在暗处 不知有多少双眼睛 时时刻刻地在关注守护着 宅院的一切 走吧 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莫黎最先打破 二人之间的那一份特别的沉默 但这一会儿 牵着寒江雪的手 却是一刻都不曾松开过 调整这么久 寒江雪此刻自然 也不再入先前的那般别扭 和不自在 青涩也罢 甜蜜也好 她的心快乐 愉悦 愿意接受 又何必再多想起她呢 任由莫黎拉自己往前走 感受着那始终如一的手心温度 寒江雪 心比蜜甜 礼物呢 晕了一大圈之后 已经恢复正常智商的她 倒是总算没有忘记 那个初吻的起始原因 迈着和莫黎差不多的步伐 昂着头问起来 莫黎一听 脸上立马再次浮现出 无比奸诈的笑意 刚才还不够吗 一语济出 韩江雪瞬间再次涨红脸 不过这一回 可比之前要镇定得多了 哼哼几声之后 别过头去 不再理这个坏人 莫黎健壮 再次笑得无比舒畅 不过却是极为体贴的 倾壳两声 一副好心不已的样子 替韩江雪 绕起台阶来 雪儿 知道我今日特意带你过来 见的人是谁吗 也不必等韩江雪回应 莫黎自闻自答着 牵着小手的力度 轻轻紧了一紧 是我舅舅 唯一的舅舅 猛地听到莫黎说起舅舅 韩江雪注意力 自然而然地 被所听到的全部 被吸引过去了 哪里还记得 刚才被莫黎调侃的一事 她还是头一回 听莫黎说起 除莫王府之外的亲人 说起和她生母 有些关系的人 韩江雪知道 莫黎生母 原本只不过是她父亲 一名普通通房 后来因为怀上孩子 这才提为妾室 莫黎出生不久之后 她的生母 便因病而去世了 自此 也再没听说过 有什么娘家人 来找过莫王府 原本 她对莫黎生母 完全是毫不知情的 不仅是她 京城里头 只怕也没什么人 知道一个 无名切实的事情 更没有人会在乎 那样的事 直到 她们之间关系 因为重生 而变得不同起来 交集变得越来越多的时候 她这才开始有意地 关注起这些事来 莫黎的生母 原本是莫王妃的 陪嫁丫鬟 听说是 自由变迁的死器 迈入 莫王府妃家的奴婢 本就是个孤儿 并没有任何亲人 至于其他的 却是再没有什么 好打听到的 因为莫王妃 本就是一个 名义样的女子 她的一切 众人都智之甚少 更不用说 原本 她身旁的陪嫁婢女了